也好 欢迎收看8月1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莲县各大小阿美族部落的 风廉旗活动同步登场 现场徐中卫带领着原民处的团队 全线南北跑后透 从重谷到海边 再从北区转到南区的部落马不停蹄 而金人体力也让族人很惊叹 现场徐中卫尤其乐见部落青年 踊跃返乡参加年纪 也学习传承自己的部落文化 一早结束在副里 一离姓的县长徐中卫 由玉长公路来到封兵新社 格马兰丰年纪会场 中午再转进到北花莲秀林乡 参与感恩祭 下午则是在光复家里洞部落年纪现身 原本以为就此结束 班晚深碑阿路夫的县长徐中卫 出现在瑞瑟布园三村 五个部落一离姓的县场 与植物人共舞同庆 周末假日欢迎县各大小阿美族部落 以离姓年纪同步登场 县长徐中卫带领原民处团队 全县部落年纪活动跑透透 惊人体力也令族人惊叹 县长徐中卫尤其乐见今年部落青年 永跃返乡参加年纪 更是高度肯定 因为所有的感恩各报回来 那个的活力 以及对部落的资本业貌 对部落人的昌诚 会让我们的感恩 真的在够里面 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维持很久很久 所以在这里 恩迈真的 邀请我们所有的感恩各报 所有的年纪人 谢谢我们的 阿姨阿姨 守在部落里面 守住了他 等待我们该一旁的放来接放 所以再一次 再一次感谢大家 也真的很提醒大家 每一年 过年后年季 一定要回来 好不好 从重谷跑到海边 再从北花莲 泰鲁格族的感恩祭 到中南区 阿美族部落以离姓 县府原民处团队 与县长雪正卫一天之内 一口气跑了26个部落 随时祭奠 亲自发送文化奖励金 也和部落族人 回到自己文化的根 一起传承 阿美族的年纪文化 记者综合报道 记者综合报道